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拍摄 好 整个照案客家文化节 今天9月14号开幕之后 接著就是9月17號 中秋節的這個燈麥粉 這個我們已經要來爭取 就是透過文化資產的這個審議 希望可以成為無形文化資產 那整個這個每年的召喚客 這樣的文化錢 從中秋節一直到九九重陽節 那今年從9月11號 一直會到這個10月13號 這一連串的一個月的活動當中 在二輪 輪背 西螺 都會有相關的活動來進行 在二輪 輪背 西螺 國家文化節 那每年的大家都非常期待 非常濃盛的燈場 那今天有沒有看到 不一樣的表現 我們不只是要把召喚客家文化 能夠繼續的保留傳承下去 甚至要發揚光大 那雲林縣到目前為止 我們在整個佐水溪 這個沿岸 不只是西螺 二輪 輪背 我們有超過 兩萬五千多位的召喚客家 那當然我們希望客家的文化 客家的語言能夠繼續保持 但是目前使用客家語言的人數 畢竟也減少了 只有九千多位 所以我們希望能夠將客家文化 客家語言能夠從學校向下扎根 那我們要培養更多懂得客家語言的 這樣的一個鄉親 那我們從教育開始做起 希望能夠保留以後 那我們發揚我們客家的這個文化 繼續傳承 繼續發揚光大 好 被推 blas 刺也是 會 這是 Cyber 跟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